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講施政報告 剛剛施政報告就講完了 其實這個施政報告在房屋方面 其實值得去討論的只有三個大方向 第一就是它會成立一個跨部門的小組 或者一個常設的機構去統一屋宇署 地政署和規劃署三個工作 令到整個行政可以簡化 因為經常被人救病的就是他們三個部門 要去審批一個項目 是所需的時間太長了 令到一個項目去發展 由規劃去到落成 那個時間是很勇長 如果是可以精簡整個程序 令到整個房地產業的效率會提高很多 因為其實很久很久以前 譬如廖本華的年代 有個叫做公務局 其實是統籌了所有東西 後來反過來 它就將它拆散 做規劃署 做地政署 還有做屋宇署 反而令到效率下降了 第二個值得提的就是 雙用物業 即是非住宅用途的雙用物業 雙用物業 取消了 即是說 現在所有去買賣的商業的單位 就不再需要給雙重印花稅了 其實都對 因為在今時今日 雙用物業其實是從塞區 尤其是雙舖 因為那個疫情的影響 令到很多街舖空置 其實已經是沒有了炒風 那你那個雙重印花稅 其實就是想減少那個炒風 如果是沒有炒風的時候 你還會立這個稅 其實根本就是沒有意思 所以取消也是正常 但是很多人想 希望那個 住宅印花稅 那個商重印花稅都減少的時候 就落空了 因為其實現在住宅物業 那個銷程都不是差 你看回那些新樓的銷售 不是差 並不是那個 那個令到人覺得 如果一旦取消了那個 住宅的雙重印花稅 如果那個樓價再升的時候 那個政府所受的壓力 還會是非常之大 那第三樣就是 說土地供應 那明日大嶼就輕輕大過 那反而反過來 有幾個項目 他打算會做的 第一個就是龍骨灘那裡 第二就是屯門西那裡 第三就是那個 屯門內河碼頭 這三道 前那兩個 你每一個可以提供到 220公頃的土地 那跟著那個 那個 內河碼頭 也是一個 應該是要想辦法去轉用土 因為 隨著外國的經濟是差了 還有大家那個 運輸可能都不需要再經香港 轉口去外國的時候 那個內河碼頭的用途 是不是還要保留呢 是不是應該轉做住宅用途 釋放多些土地出來 去解決那個地方 解決那個土地的方 不夠呢 其實是一個正確的做法來的 那明天大嶼因為牽涉得太大 應該是要多一點充分的討論 才去解決 才合理 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小豪車廠 就是大嶼山的小豪車廠 應該是鐵路一個上階物業 我覺得應該都是 它也是要去發展 也是對的 就是通過了所有東西 其他那些都是一些 小收小補 小供應 就是一些口水東西 那就沒有什麼重大 其實這個 在房地產的施政報告裡面 其實著物就不是很多 其實重頭戲 始終都是明日大嶼 但是有未是一個時候去 再講多些 那可能要多了少少時間去發酵 才會有更多消息 今天想講的 關於施政報告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